大家好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TV北美新闻 我是小兰 今天是9月7号 今期四 今天为您带来的消息有 雷暴哮喘 背后不寻常 传内蒙古露天煤矿和泄露已经导致两人遇难 北京防化团紧急出动 外媒同时发布了川普女儿和奥巴马女儿近期的照片 美国人热议谁更好 中共反间谍法催生二次文革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被人举报 华为中心麻烦大了 美国众院主席敦促停止出口所有技术 近日大陆雷暴哮喘一次成为了微博热门话题 原因就是9月2号 内蒙古霍和浩特的各大医院突然是涌入了大批咳嗽 喘不上气的病患 有抢救的 有晕倒的 有吸氧输液的一片混乱 导致很多家医院爆满 不仅是在内蒙古 这波所谓的雷暴哮喘潮 好似已经正在中国迅速的蔓延 各地出现了大批类似症状的民众 本来外界质疑这波哮喘会不会是新的变种所引发的 但是有消息披露根本不是什么哮喘 网传内蒙古厄尔多斯一露天煤矿发生了放射性物质泄漏事件 已经有两名司机突发病亡 北京 广东 山西 河北 上海 甘肃等地都受到影响 而中共正在全面封锁消息 中共新华网在昨天6日报道 近日北京部分医院接诊了多例雷暴哮喘患者 而其他的大陆媒体也有报道说 北京世纪谈医院突然大排长龙 出现了许多戴口罩 戴防护镜的患者 有些人出现了鼻炎 眼睛肿 胸闷 气短等等症状 对此 北京世纪谈医院变态反应中心主任王学彦说 这是中国北方进入到花粉高峰期 医院从丽丘这天开始到9月6日为止 已经是诊治了上万例过敏性鼻炎 花粉症的病人 只有6例病人出现了雷暴哮喘的现象 他还强调预计未来还要持续两周到三周 但是这种解释民众并不买账 因为所谓的雷暴哮喘 它只是在特定人群 特定气象和环境因素 同时具备下才会发生 而在中国多省同时发生实属罕见 有医学背景的资深媒体人唐健先生分析 雷暴哮喘这种病其实它本身是非常罕见的 而且呢它是有前提条件的 就一般发生这种病的人群都是指那种有过敏史 或者是慢性呼吸道疾病史的基础病的人群 才有可能在这种发生雷暴天气的时候呢 引发它的哮喘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实际情况却是 发生所谓的雷暴哮喘的这样的一个地区 它的面积非常的广 遍及到了整个北方的相当大地区 而且现在不是开花的季节 也基本不存在什么这个花粉过敏这样的情况 所以单纯的用雷暴哮喘这样一个名词来解释 现在在各地大量的突然同时出现的哮喘的病人 这是无法解释的 而且现在可以确认的是 患病的患者之中 大多数都是非常健康的人群 而且这个患病者它的年龄段是遍及了各个年龄段 也就是说这个雷暴哮喘的背后它应当另有原因 今天9月7号 推特账号大雄的微笑发了消息说 证实核泄漏 9月4号9点早上 北京防化团突然接到命令 准备以核级别装备触发执行任务 应急管理部请求 处置内蒙古厄尔多斯煤矿放射性物质泄漏事件 消息显示 厄尔多斯有一处废弃的煤矿 它是有军方背景的单位获得了这块地和矿泉 再把矿泉转让给当地的一个煤老板试开采 从8月20号进行露天开采以来 几天之后就发生了诡异事件 开采运输的两名司机突然全身溃烂 尿也呈褐色 后来送到疾控中心以后病亡 但是疾控中心发现是放射病 上报以后用牵棺材安葬 结果恰逢呼和浩特、包头和厄尔多斯雨季 太阳蒸发把露天存放的煤炭 随着水蒸气蒸发到了空气当中 又加上天气的原因往南吹风 到山西、河北张家口 北京也受到影响 消息说 所以呼和浩特、包头和厄尔多斯地区 在雨后都检测到了放射性物质 中共国家应急管理部发现放射源 就在厄尔多斯的露天煤堆 但开采出来的煤 有的已经运送到其他的煤厂 甚至是运到了其他的货厂和热电厂 最大问题就是分散 而现在中共正在全面的封锁消息 掩盖真相 另一则消息也提示说 从症状上看 这次辐射尘污染浓度高 辐射性强 辐射范围已经从内蒙古扩散到了天津 山西太原等等地方 出门要戴上医疗级别的口罩 另外也有推特网友提问 习近平近期为何一直避开北京 前往新疆 还有在9月4日出现在上海的黄浦江 对于以上的消息 媒体还无法独立核实详细内容 时间还有地点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 就是内蒙古 俄尔多斯 或者是其他一些地区的煤矿 它们可能是因为这个半生的油矿 从而导致这个带有相当强辐射的煤炭的粉尘 可能是出现了一种污染的情况 比如说在雷雨的天气呢 被卷到了空中 然后呢 随着降雨 以及这种大风啊 可能就被输送到了很远的这样一些地区 由于这个比较高的辐射 有可能会导致人出现呼吸道的疾病 这种可能性现在看起来是约 核辐射等等危机意识 我们看到现在中共官方对相关的这样的情况 一直都是在拼命的隐瞒 始终都是坚持在用雷暴哮喘这样一个名词 想要掩盖大范围的核污染事件 我们看到内蒙古发生了露天区开采 受核污染煤矿 它所发生的时间 刚好和日本福岛排放核处理水的时间 是一前一后能够衔接得上的 在我看来就是中共政府非常夸张的去恶炒 日本排放核处理水的现象 其实它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要借此 转移民众对自己国内出现的这种核污染事件的焦点 那么同时也不排除说 中共有可能想要借此把这个核污染的脏水 泼到日本的身上去 但是可以看到现在有一点就是日本福岛他们这边排出去的核处理水 被质疑最有可能是产生的辐射源 它是穿这样的一个元素 但是内蒙古这边出现的核污染最主要的这个元素是油 它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这个其实是没法去甩锅的 那朋友们您觉得这是雷暴哮喘呢还是核泄漏呢 中共是否在拿日本核汽水事件再转移国内核泄漏事件呢 请大家在下方留言分享您的看法 近日前总统川普的女儿伊万卡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带着孩子玩冲浪的视频 与此同时奥巴马年仅22岁的小女儿萨莎奥巴马 也被媒体拍到在街头参加派对的照片 两张图片引发了美国人的热议 《每日邮报》将这两组图片放在了一起 让读者自己去判断两位前总统家教的优劣 还特别声明这个比较与肤色没有关系 仅仅是两位前总统的女儿的行为举止的评价 图片显示41岁的伊万卡 身着黄色的连体游泳衣 黑色的救生衣和棒球帽 在迈阿密海滩玩起了冲浪 而她的小儿子在船尾看着伊万卡 并竖起了大拇指 同一天奥巴马的小女儿 22岁的萨莎奥巴马 是穿着暴露的比基尼 在洛杉矶的派对上与朋友一起抽烟 图片显示 萨莎和朋友的合影是在公共场合的街头上 她只穿着比基尼 抽烟的姿势相当霸气 毫无前总统女儿的压力 熟练的土烟圈和谭烟灰 而同样是穿着比基尼的伊万卡 她也晒出了和闺蜜的合影 而她们是在海滩上 这两位前第一女儿最近都上了新闻的热点 伊万卡最近被媒体爆出 准备政治付出 她在2021年离开白宫的时候曾经表示 希望将更多的时间放在家庭 陪孩子成长 而她也是这么做的 自从离开白宫以后 她除了参加志愿者的活动 很少主动出现在镜头前 而奥巴马的小女儿萨莎 在今年5月份从南加州大学毕业 奥巴马夫妇赶到洛杉矶 参加了小女儿的毕业典礼 不过在洛杉矶求学期间 萨莎多次被拍到烟不离手 但加州对烟酒有极为严格的规定 21岁以上才能购买烟酒 不知道萨莎的烟是谁给她的 报道中提到 奥巴马的两个女儿都是老烟枪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学会了抽烟 她的大女儿虽然上的是哈佛大学 在上学期间同样也被拍到烟不离手 网上曾经公开过一个采访片段的视频 11岁的女孩问川普的教育方法 川普回答说 我有5个孩子 从他们开始学说话的那天开始 我就教他们不要吸毒 不要抽烟 不要喝酒 我一直都是这样教育他们的 据说川普的家教几乎是教科书级别的 无论别人如何攻击她歧视女性 但是就连她最大的竞争对手希拉里 也在竞选的时候曾经赞扬她教育友方 中国不仅经济倒退 连生活也快回归文革了 中共在实施反间谍发言后 借着反日浪潮 抓间谍毫不费力就进入歇斯底里的状态 近日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墨言还被举报为文化间谍 网友惊叹 文革全回来了 据报道 微博上一个叫毛星火的人 近日自称是把墨言给举报了 他说自己怀疑墨言是文化间谍 理由是污蔑丑化国人 并以此作为文章的卖点进行盈利 在评论区有网友说 毛星火是义和团小分队的队长 一些网友还感叹 可怕的时代 墨言这辈子也没想到能够经历第二次文革吧 有网友说 其实中国人里能写书的不多 但人人都得穿衣服 而中共正在琢磨 怎么把人们的穿衣打扮 也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管起来 近日中共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做出了规定 其中就包括在公共场所 或者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 有损中华民族精神 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和标志 所以就连日本和服也遭到了攻击 有网友就发了视频 9月6日 几名穿着糖装的女孩 在武汉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拍摄的时候 工作人员认为她们穿的是日本衣服 所以遭遇驱赶 除此之外 9月5日 四川工商学院在讲座休息期间 因为播放了被中共定义为 所谓的掠迹艺人李一峰和邓伦的节目以后 就遭到了学生的举报 今天学校还发了公告 说对工作人员进行了批评 是工作人员敏感性不够 对内容把关不严 将强化视频的内容审查等等 这件事引发网络热议 网民一方面认为 这是在酝酿文革风气 而另外一方面则认为 举报这件事的学生也太可怕了 有人说多大点事了 这事都要上纲上线的 太离谱了 完全没有必要吧 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在今天9月7日 访问日本东京期间呼吁 美国与盟友合作 要减少对中国产品的依赖 他说离开中国的企业大增 因为中共改变了政策 让共产党控制了更多 与此同时 就在华为可能违反美国出口管制 出售新手机以后 美国众议院主席也出击呼吁停止出口所有的技术 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麦卡锡说 众议院委员会正在研究与盟友合作的领域 这样我们就不会依赖中国 他还举例了医疗用品和关键矿业等等行业 麦卡锡表态的同时 众议院已经连环出手了 华为近日开始销售Mate60 Pro新手机 有分析师就认为 这款手机内的芯片是中芯国际突破技术所造的 在发现华为的新芯片可能是违反了贸易限制以后 美国联邦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主席加拉格尔 发出了重磅声明 美国商务部应该停止向华为以及中芯国际出口所有的技术 加拉格尔说 如果没有美国的技术 这款芯片可能无法生产 因此中芯可能违反了商务部外国直接产品的规定 他说现在是时候停止向华为以及中芯国际出口所有的美国技术了 来表明任何藐视美国法律 并且破坏我们美国国家安全的企业 都无法取得我们的技术 另外 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的数十名共和党成员 也已经要求审查福特汽车公司在美国建电池厂 还要审查福特与中国的电动车电池生产大厂 宁德时代的具体合作协议 是否涉及到可能会成为中共的前线等等威胁 议员们担心 这个协议将促进中共利用美国纳税人的钱 在全球电动汽车电池领域占据技术的主导地位 并且增加美国对中国关键原材料的依赖 根据他们的信函 宁德时代在新疆的供应链 还引发了有关强迫劳动等等人权问题 议员们说 在中共治下 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营企业 福特汽车可能必须要提出过瘾的证据 才能拿到政府高达10亿美元的补贴 帮助他们在底特律以西100英里的 密西根州马歇尔市 建造一座耗斯35亿美元的电池工厂 好 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北美新闻 我是小兰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点赞 订阅 留言和转发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